《劉卿优 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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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被抓去的時候 這個整個案子叫做 湯守仁判亂案 他是判亂 被抓走了那些資料 上面也是寫 抓走的時候也是寫判的 判斷是政治案件 可是兩次駁回都是 都不是政治案件 它是貪污犯 所以後來才變成叫做 掉入封信中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它第一重是 在當年的追溯跟審判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受到威權統治當局的一個迫害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決定書會闡述的內容 那第二層就是在之後的這個 台灣在90年代之後開始的這個國家 第一波的轉移正義工程裡面 以補賠償開始啟動的這些工程當中 因為他們的貪污案件的這個罪名 所以他們就成為國家在第一波的 轉移正義的工程裡面 沒有辦法承接到的這個漏洞